今天你能让我一个美国的头衣 我来自英国的英轩人 你又要让我从头开始 我觉得在中国我的生活上还挺丰富的 我希望会自己去拍一些短视频 然后在各种社长谜题上面 我想宣传一下我眼中的中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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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帮你一个两阵 其实我刚来中国我觉得做很多事情特别不方便 外国人办理这个事情 它会让你跑另外一个地方 咱们此次是要办理工作许可跟居留许可是吗 以往外籍人他想要在中国合法的工作 都需要这两个证件 需要跑两个部门 两个地点 自从我们有了单一窗口 外籍人只要同时提交工作许可和居留许可的材料 受理时间从过去的17个工作日压缩到7个工作日 如果你是A类的任才的一个人员 他们也会有一定的自信商的服饰 有些是在科技内的 所以我记定我觉得还挺感兴趣的 外国人在北京会越来越普遍 而且办理事情也会越来越深 中国人怎么用社保卡我们是一样的政策 这一点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便利的 想挂哪一个科就挂哪一个科 我觉得挺方便的 墨生卖还是挺玄的 平时觉得口干口苦的感觉有 有时候可能会头晕头痛 工作太忙了吧 是是是还要早点休息 之前我的爷爷他也关节也不是很好 他每一次会跟我说你一定要去看中医 中医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我也有做过一些拯救 然后确实做完拯救 真的缓解了这个疼疼感 很多人去保留文化文化文化 这一点我们是非常认可的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挺好的 有点像提个那个浪宝宝的感觉 咱们这个艾咎治疗为我们今年的冬天 不受寒性疾病的困扰 做了充分的一个准备 原来如此 但是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不仅是我自己认可 很多外国人越来越关注中国的这个传统的中医 我热爱北京 然后我也热爱中国 我觉得我肯定可以继续在北京生活下去 我们准备了 我们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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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一次